這就是為何他發現自己在受苦, 感覺到他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但他不可以得到, 這就是為何他發覺自己在受苦。 他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卻又得不到, 就像火一般地燒著他。 所以,在這個痛苦, 在這個嚴重、 困惑的、困惑的、 困惑的、困惑的、 他看到阿布拉罕, 然後他認識他。 在這個痛苦的狀況之下, 孤獨的, 但是他看到阿布拉罕。 正如耶穌所講的, 這個時候, 他是有意識力的, 也有感覺的, 因為他認識, 而不僅是他認識, 他跟阿布拉罕說了, 他對話了, 甚至跟他對話。 他稱他為父, 因為他是聖人, 和阿布拉罕說了, 因為他們同樣都是猶太人。 其實, 從信心之父來講, 阿布拉罕也是我們的父。 因為阿布拉罕說了, 並不是自動化的, 而是在信心中相信神的, 那就是阿布拉罕的後裔。 所以他也認識, 阿布拉罕也認識, 阿布拉罕也認識, 在阿布拉罕的懷裡。 我們也不知道, 他在那裡, 可能是在哭著幸福, 可能是像, 一個人在醫院, 或是一個孩子, 從醫院中在病危的時候痊癒了。 然後, 阿布拉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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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阿布拉罕來, 除非是在好水, 到我的臉部, 是在火山上, 和我生氣了, 雅伯拉罕說, 亞伯拉罕對財主說, 亞伯拉罕說, 在你生前的時候, 你享受著榮華富貴, 現在是公益的, 因為你沒有任何福利, 亞伯拉罕說, 在你生前的時候, 你享受著榮華富貴, 現在是公益的, 現在對你來講是公益的, 應該是拉罕在想國, 但也難以為拉罕說, 因為我們有很深的洞, 所以, 沒有人可以通過這條洞, 所以, 在亞伯拉罕之間, 中間有一條洞溝, 是他們不能往來的。 那這條洞溝是什麼呢? 這條洞溝是什麼呢? 這是生命的方式, 每個人都選擇的方式。 我們看到, 那個富貴, 他看到拉罕, 他沒有感覺到任何事, 他沒有說, 阿伯拉罕說, 我抱歉, 因為我生前, 我沒有有任何小的恩愛, 並沒有給他任何責任。 他沒有跟亞伯拉罕說, 我生前對待拉罕, 沒有善待他, 並沒有提出抱歉的話語。 其實, 並不是只有這, 但他每天都在祝福, 並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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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印象。 他並沒有展現到他的悔改心, 並並不說, 不好意思, 沒有, 這句話是由他的思想和折斷的, 以後包括他的嘴巴的思想, 他曾經想到他之前, 所以他在問阿摩拉罕, 邀請他來給我。 所以他看到阿摩拉罕, 他還是在他身前面對待他。 想像我們, 如果我們變得非常壞, 沒有任何人的革命, 如果我們再看到他, 我們沒有看到他, 我們必須說, 拜託我, 最後一刻, 並不是最後一刻, 因為這個情況已經有這麼多年, 如果我們沒有善待一個人, 沒有憐憫心, 如果我們不小心遇到那個人, 我們可能都會避開沒臉見他。 就算是見面的話, 我們可能要跟他道歉, 對不起, 請原諒我。 想想看, 這個財主跟拉撒路不是一天的事, 而是長期對待拉撒路。 所以, 我們看不出他, 任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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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的革命。 這就是他, 沒辦法跨越那個洪溝的障礙。 誰會從善良的情況, 到善良的革命, 拉撒路是在阿伯喊的革命, 可能他沒有聽到什麼, 因為他在革命的革命, 在這方面。 甚至拉撒路也沒有聽到財主, 甚至拉撒路也沒有看到財主, 很深深, 因為、他 invitation of sunshine, 你會親自樂的革命, 將 acerca hvor革命。 在天堂的革命時, Pinehill, 在天堂的革命, 在神的懷抱地方所在 provides、 над偶像운데 跟其他人分裂。 専門的革命。 這是有多大廢, 入天堂里的革命時! 和耶穌之米同一人的革命時, 將要給自我愛淺起, 通常在天堂大福利的革命栗。 這樣一個大的擁抱, 所有人都集中在這種愛的擁抱之中。 這個財徒突然關心到某些人, 但是他還沒有請求原諒, 所以他說,我還有五個兄弟, 所以他再次邀請拉薩露, 再去跟他們說, 在這裡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們也不會活到我的生命, 他們也會活到我的樣子。 你再說, 他認為拉薩露沒有任何事, 所以他還可以再次邀請拉薩露, 可能是在痛苦之中, 所以他認為他是誰, 所以這個財主你看, 他還是依然命令拉薩露要復活, 又回到他生前那個痛苦, 全身是病的狀況那樣子, 然後你想想看, 這個財主他自以為他是誰啊? 是誰啊? 是誰啊?